三岁的儿子不是我亲生的 却和老公有血缘 我愤怒质问老公时 他竟说 忍忍吧 这事情你能忍吗 幼儿园入学报告上显示 瑞瑞的血型为O型 拿到报告那天 堂弟刘海东刚好来看望堂姐刘曼 刘曼便把这事当一个笑话 讲给了刘海东听 刘海东比刘曼小三岁 从小和刘曼一起长大 虽是堂姐弟 却堪比亲姐弟 刘曼说 幼儿园指定的这家 入学体检医院也太水了 连个血型都验不准 我可是AB型血 瑞瑞怎么可能是O型血吗 刘海东却没有附和 反而蹭的一下 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嚷嚷道 姐 你也真是心大呀 医院咋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咱们去给你和瑞瑞做个亲子鉴定吧 刘曼勒开了花 笑道 咋了 你还怀疑瑞瑞是报错了吗 就凭瑞瑞这张脸 她也不能错呀 瑞瑞大名叫陈天瑞 取天生睿智之意 寄托了刘曼内心对她的一点小小的期待 瑞瑞和刘曼的老公陈生 就仿佛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所以刘曼从来没有怀疑过 瑞瑞会报错这件事情 刘海平东听了这话 却跳脚说道 姐 瑞瑞长得像姐夫 可一点不像你呀 我早就怀疑郭瑞瑞 究竟是不是咱刘家的人 就没敢给你说罢了 刘海东这话 像是平地里的一身惊雷 在刘曼心底炸开了花 会吗 可能吗 刘曼打从心底不相信那个可能 陈生和刘曼是大学同学 从陈生追刘曼开始 他就是把她捧在手心里的 现在虽然瑞瑞已经三岁了 可是陈生却依然如初恋一般 爱她体贴她 尤其是和婆婆发生矛盾的时候 陈生毫不犹豫地就帮着她 要她相信瑞瑞是陈生的儿子 却不是自己的儿子 这是有点滑稽 可是看到体检报告上面的血刑 欧刑 刘曼还是犹豫了 刘海东这时站了起来 说道 姐 走吧 做一个放心 我有个朋友就在亲子鉴定 公司上班 我之前就找他了解过流程 咱们速去速回 说话间 刘海东麻利地一把抱起瑞瑞 一边叮嘱刘曼要带哪些证件和材料 一边说道 姐 结果出来之前 这是你可千万别给姐夫提 刘曼张了张嘴 想拒绝 突然又有一丝怀疑 到底还是被刘海东半拉半拽地带出了家门 一周后 夕阳的余光透过窗户洒进房子里 客厅里 三岁的瑞瑞在一旁开心地搭着积木 丝毫没有注意到妈妈刘曼已经好久没有动过了 刘曼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 捏着手机 上面显示着刚查询到的亲子鉴定报告 报告上的那行排除刘曼是陈天瑞生物学母亲刺痛了刘曼的双眼 泪水无意识地自眼眶中涌出 瑞瑞突然放下积木 扑到刘曼怀里 把头埋在她的腰间撒娇地喊道 妈妈 我被养 你快帮我挠挠 刘曼视线下移 看到瑞瑞胖嘟嘟的侧脸 条件反射地抬手摸了摸她的脑袋 瑞瑞却不耐烦地喊道 妈妈 挠背 不是头 第一次 刘曼突然对瑞瑞没有了任何耐心 她把瑞瑞推开抱到一边 冷冷地说道 这么大的孩子了 你自己挠吧 然后起身回了卧室 瑞瑞不明白一向对自己有求必应的妈妈 怎么突然不管自己了 她左看看又看看 最后到底还是挖的一声在客厅里哭了起来 卧室里 刚拿出手机正要拨打的刘曼 听着瑞瑞的哭声 条件反射地要出去哄她 刚准备抬脚 却又止住了步伐 她把手机一扔 头埋进被子里 也呜呜地开始哭了起来 瑞瑞虽然在哭 可她是安全健康的 然而自己的孩子在哪里 她现在是哭是笑 她现在可还安全健康 想到这些 刘曼只觉得心如刀割 不知道哭了多久 客厅里传来了刘曼老公陈生的喊声 慢慢 慢慢 刘曼听到陈生的声音 一下子慌了神 她没想到陈生今天回来得这么早 陈生最近在升职的关键时期 这段时间总要应酬到半夜才能到家 刘曼到主卧的卫生间里 匆匆地洗了个脸 望着镜子里那张憔悴的脸 她连续做了几个深呼吸 走出卧室房门 客厅里 瑞瑞在陈生怀里 安安静静地睡着 陈生看见刘曼走出来 有些着急又埋怨地说道 老婆你怎么把孩子一个人 扔在客厅睡着了 瑞瑞一向体弱 她身上连个盖的都没有 着凉了怎么办 原来瑞瑞在外面哭泪了 自己睡着了 旋即 陈生看到了刘曼种的 像核桃一样的双眼 有些吃惊地放缓和了语气 问道 老婆 你这是怎么了 心里有一万个念头闪过 最后定格在了 不能让陈生知道 亲子鉴定报告这件事情上 但是自己也实在是 不想再和这对父子相处 刘曼心思急转 然后哽咽着说道 我妈打电话说 爸爸最近病情加重了 我好担心她 爸爸 对不起 拿你当借口用一下 你一定会健健康康 长命百岁 刘曼内心独白 刘曼的爸爸有慢性病 常年都在跑医院 偶尔也会在医院住几天 因为瑞瑞体弱 大人们总怕老年人 过了病气给瑞瑞 于刘曼也不怎么带孩子回娘家 虽然就住在一个城市 大多数时间还是 劳俩口相互照顾 陈生一听是这事 眼睛转了两转 然后马上也一脸焦急地问道 岳父情况怎样了 我一会马上去医院看看他 以前遇到这类的情况 夫妻俩大多都是这么处理的 刘曼德在家里照顾孩子 陈生去医院跑腿尽孝 这一次刘曼却摇头道 我想自己去 那瑞瑞怎么办 陈生脱口而出问道 刘曼看着陈生怀里睡得正熟的瑞瑞 那张胖嘟嘟的小脸 以前觉得有多可爱 现在就觉得有多恶心 刘曼沉默了片刻 装出非常纠结的样子问道 你能待几天吗 那可不行 我现在正是升职的关键时候 耽误不起啊 意料之中 陈生想也不想地便拒绝了 再说了 等我升职加薪了 才能给你和瑞瑞更好的生活呀 看到刘曼的表情 大概是也意识到了 自己拒绝得太干脆 陈生又赶紧往回找补了一句 而后他奋出一只手揽过刘曼 温言建议道 老婆 还是我先去医院看看吧 我跟医生了解一下 也许还是老毛病呢 刘曼忍住推开他的冲动 摇头道 我想自己去 妈妈说 爸爸好久没见我了 他们想我了 说到这里 刘曼又呜呜地哭了出来 从有了瑞瑞以后 瑞瑞总是生病 刘曼一颗心 就扑在了瑞瑞身上 这三年对父母的关心照顾 确实少了好多 想到这些刘曼哭得 愈发不能停止 陈生只以为 他是担心父亲的身体 于是吻了吻他的额头 轻轻说道 老婆 别怕 爸一定没事 刘曼抬头 泪眼婆娑地看着眼前 这个温柔体贴的男人 突然觉得 是不是自己想多了 瑞瑞和陈生长得 像只是一个巧合 倾诉的冲动 让刘曼叉 一点就要问出口 到底还是忍住了 他含着泪说道 我还是想回去待几天 要不这几天 让你妈来 带一下瑞瑞吧 陈生眼中 闪过一丝喜色 却讶异地问道 真的吗 你愿意让妈来带瑞瑞 刘曼和婆婆 陈秀华一向不合 主要是生活习惯 差异太大 瑞瑞刚出生时 刘曼也让婆婆 带过一段时间孩子 一开始有一些小矛盾 刘曼想着能回归职场 才是大事 也就忍了 可是自从目睹了 婆婆嚼碎花生 拿嘴喂瑞瑞后 刘曼就再也没有办法忍受了 毅然辞职回家 做了家庭主妇 又因为瑞瑞体弱 经常生病 生病的小孩总是 特别黏妈妈 刘曼也就逐渐丧失了自由 和瑞瑞深度绑定在了一起 回想起来 也不是没有端倪的 比如以前自己和婆婆发生矛盾时 婆婆常说 我陈家的孙子 我想怎么带怎么带 当时刘曼只觉得这话刺耳 却也没有深想 这会想来 只觉得每个字都有深意 怀疑的种子一胆种下 才发现处处都是让他生根发芽的肥料 是自己的儿子当然不愿意 可瑞瑞不是自己的儿子啊 刘曼如此想着 嘴上却说道 以前也是我不对 总让孩子奶奶见不到他 以后我不这样了好吗 要不你问问妈有空不 陈生当即到阳台上 给陈秀华打了电话 回来便满脸喜色地说 妈说没问题 她连夜就过来 明早八点我去火车站接她 刘曼却是一刻 也不想再待在这对父子身边 于是说道 那可太好了 老公 今天晚上就你带着瑞瑞睡觉吧 车留给你 你明天带着瑞瑞去接妈行吗 我想这会就打车去医院看看情况 陈生有点讶异刘曼的心急 却也没有阻拦 刘曼回卧室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 匆匆而去 刘曼父母家 就是同一个城市里 一个城东一个城西 说远不远 说近也不近 父亲的病情并没有家中 当然也没有在医院 刘曼突如其来地归家 让刘父刘母大吃一惊 瞧见刘曼身后没有陈生和陈天瑞的身影 老两口连声问是怎么回事 小夫妻俩是不是吵架了 刘曼再来的路上也想好了这是瞒不住父母 他也有自己的计划 于是便一五一时地把目前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都说了 刘父听完 重重地叹了口气 仿佛一瞬间 苍老了十岁 而后说道 按你想的去做吧 既然海东也知道这个事情 把他也叫过来 让他帮你一把 刘曼小叔和刘父就住在同一个小区里 电话放下不到十分钟 刘海东就推门而入 刘海东一听鉴定结果 当即气地踢翻了屋里的凳子 然后一边喊着 妈的 我弄死沉生去 一边把腿就往门口冲 刘曼王一把拉住他 嘴里说道 海东 你别冲动 你弄死了他 我上那找我的亲生骨肉去 刘海东转过头 眼睛气得通红 却没有再降着往门外去 刘母 也抓住 刘海东的另外一只手说道 你姐姐有计划 你听她的 刘曼从小就是个有主意的 刘海东是最服这个姐姐 于是便望向刘曼 雅生问道 姐 你打算怎么做 我听你的 刘曼又把自己的计划 给刘海东说了一遍 刘海东听得连连点头 拍桌子赞道 还得是我姐 刘曼的行动计划也不复杂 第一步 先确定瑞瑞和陈生的血缘关系 同时在家里安装隐蔽的微型监控 如果真的如自己所想 那么婆婆陈秀华和陈生的聊天中 应该会透露出什么消息来 刘曼有点担忧地问堂弟 现在问题是我还没有想好 应该怎么说服陈生去抽血呢 说到这个问题 刘海东倒是有办法 他眉飞色舞地说道 姐 上次你和瑞瑞做完鉴定后 我找我朋友了解过 不抽血也行 带毛囊的头发也可以 你明天先去家里枕头上找找 看有没有能用的头发 话说的这儿 刘曼手机上响起了叮咚的微信提示音 刘曼拿起来一看 是陈生发来的 老婆 你到医院了吗 爸的情况怎么样 刘曼把手机拿给堂弟看了一眼 然后按照计划 在心里想了想 迅速回复道 这边没大事 具体我回家了跟你说 稳住了陈生 刘曼对堂弟说道 陈生他明天八点 要去火车站接他妈妈 我就那个时间回去找头发吧 海东你能不能帮我搞一个微型监控 明天一起安装了 刘海东是做电子产品的 这方面的路子他熟 他立刻回答道 没问题 监控我来搞 明早我和你一起去 安装调试我来 失业 刘曼彻夜未眠 脑袋里如江湖一般 一会是瑞瑞可爱的小脸 一会是陈生温暖的笑脸 转眼 那张笑脸又变成了可怕的恶魔样子 惊得刘曼一身冷汗 自己的孩子究竟在哪儿 刘曼想起临产时 陈生特意把自己带回了他老家的县医院生产 陈生说他刚好必须出差几天 岳父岳母身体不好 还是回老家生产 让婆婆照顾自己 这样他才放心 后来陈生又说村里条件太差 还特意提前在县城里租了房子 让刘曼安心坐月子 当时自己一心只以为陈生 是怕自己嫌弃陈家村太差 竟没有半分其他的怀疑 现在想来 如果孩子被换了 就是在那个时候吧 可是陈生啊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一日刘曼起了个大早 出门打包了三份早餐 分别是给爸妈和堂弟的 他自己则是真的一点胃口都没有 刘海东也是知道刘曼心急 不到六点半 刘曼就收到了刘海东的微信消息 姐 咱们出发吧 清晨的省城一点都不堵 平时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只用了三十多分钟就到了 刘海东远远地把车停在了 刘曼小区外的马路边 姐弟俩都紧张地盯着小区大门 刘曼他们小区道到火车站 差不多也得半个小时 算着时间 这会陈生快要出门了 果不其然 过了大约二十分钟 刘曼看到自己的车 从小区大门驶出 驾驶位上坐得正是陈生 瑞瑞似乎在后排安全座椅上 手舞足蹈 却又看不真切 看到瑞瑞那模糊的身影 刘曼的眼泪又涌了出来 车子转了个弯 看不见了 刘曼还有些失神 刘海东心急地拉了刘曼一把 说道 姐 走吧 事情还多 打开家门 依然是熟悉的感觉和气息 一切好像都还是和以前一样 刘曼不由地闭上了双眼 多希望这一切只是一场梦 多希望睁开眼 瑞瑞还是自己可爱的儿子 陈生还是那个宠着自己的老公 姐 这监控装在哪里合适 刘曼的声音拉回了现实 睁开了双眼 一切都不一样了 就装在坐在空调顶上的那个毛绒熊里吧 刘曼一边说 一边指给刘海东看 客厅的柜室空调顶上 有一个坐着的毛绒熊 本来是刘曼买来陪瑞瑞睡觉的 但是瑞瑞却不喜欢 放沙发上刘曼嫌她站地方 就让她坐在空调顶上 除了刘曼隔几个月拿下来洗一次落灰 平时没有任何人会动她 刘海东看了一眼那个位置 也觉得不错 便着手开干 刘曼也没有闲着 大步走进了卧室里 瑞瑞睡着了总是会无意识地抓大人的头发 昨天是陈生陪着瑞瑞睡的觉 枕头上多半是会有收获的 果不其然 刘曼在枕头上发现了好几根不长不短的头发 那个长度绝对不是瑞瑞或者是自己的 只可能是陈生掉落的头发 刘曼也不知道哪些能用 便用带来的小收纳袋 把两个枕头上的头发全部都收集在了一起 然后他又去了卫生间 把陈生的梳子上和洗手台上的头发 也细心收集了起来 等刘曼搞完 刘海东那边也安装调试好了 小小的摄像头放在熊熊的眼睛处 不认真看绝对注意不到 刘曼看了几眼 又站在椅子上微调了一下熊熊的方向 然后把一切还原 姐弟俩匆匆离去 回到车上 刚好快八点钟 开局很顺 刘曼稍稍松了一口气 他长须一口气 对刘海东说道 海东你去上班吧 我自己把头发和相关证件交到鉴定中心去 刘海东却摇了摇头说道 姐 你把手机给我 我记得你的车上的行车记录仪是可以远程 调看实时录像 我打开看看 行车记录仪录的都是路上的情况啊 看这个干嘛 一夜没睡 这会一放松下来 刘曼的脑袋只觉得像江湖一样晕乎乎的 一时没反应过来 刘海东拿出一张诗巾递给刘曼 说道 姐 擦擦连行醒神 行车记录仪还会录下来声道 咱们听听他们会聊些啥呀 冰凉的诗巾敷到脸上 刘曼瞬间觉得精神了很多 他把手机拿出来 打开手机里的行车记录仪图标 这个软件还是刚卖车时销售给装到手机里的 说起来这些年来 刘曼还是第一次使用这个 不出意外的 太久没用软件提示更新 还好更新速度很快 没几分后 刘曼的手机完成了连接 视频图像显示 汽车现在停在火车站的停车场 其他没有什么声音 刘海车拿过手机 说道 姐 沉生接人的一会 你先眯一会 我盯着 有动静了我叫你 刘曼也没和刘海车客气 他也确实困了 眼睛一离开手机屏幕 就发出轻微的憨声 仿佛睡了很久很久 听到刘海车的呼唤时 刘曼一时竟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这是在哪里 姐 别睡了 他们回来了 姐 姐 胳膊上传来被摇动的感觉 刘曼却依然不慎清醒 妈 把瑞瑞放到安全座椅里吧 这时 手机里传来沉生的声音 伴随着这个声音 刘曼一下子清醒过来 他坐直了身子 拍拍脸 看了眼车上的时间 原来自己才睡了不到二十分钟 哎呀 我抱着就是最安全的 放这个椅子里 把我大孙子绑得多难受 这是陈秀华的声音 刘曼微皱眉头 是了 为了要不要使用安全座椅 自己明里 暗里 和婆婆 起过好多次冲突 行啊 那你可抱稳了呀 这是陈生的声音 而后便是一阵 稀稀索索的入座 以及汽车发动的声音 中间不时传来 陈秀华 逗瑞瑞玩的聊天声 陈生却一直没再说话 监控这边的姐弟俩 也没再说话 只是安静地听着 过了一会 突然听见陈生问道 妈 你来带瑞瑞 春花现在谁在管 刘曼立刻竖起了耳朵 直觉觉得这个春花 和自己有关系 哼 一个小丫头骗子 只当你这么挂念 这是陈秀华的声音 听到这里 刘曼握紧了双手 手心都是汗 奶奶 丫头骗子是什么意思 突然监控时传来 瑞瑞的声音 妈 别说了 瑞瑞现在会学话了 我们回头再聊这个 这是陈生的声音 话题突兀地打住 陈生为了转移 瑞瑞的注意力 开始给她讲故事 陈春花也跟着 嘻嘻哈哈地说话 很快瑞瑞便忘记了 小丫头骗子这件事情 刘曼的心情 却久久不能平静 她转头和刘海东 对视了一眼 双方都没有说话 姐弟俩又竖着耳朵 倾听了一会 见陈生和陈秀华 确实不再聊这个话题 刘海东有些坐不住了 她突兀地发动车子 一边准备开车 一边说着 姐 你帮我开个导航 我们去陈家村看看 这个小丫头骗子 是不我小侄女 刘曼其实也想去 但是理智却告诉她 不能这样着急 刘曼关掉了行车记录仪 哑声说道 海东 陈家村家家户户都是熟人 咱们前脚去 只怕后脚就有人给陈生报信了 打草惊蛇呀 刘海东一拳打在方向盘上 恨恨地说 姐 我真气呀 陈生这个王八蛋 咱家对他那么好 他可真是狼心狗肺呀 刘曼拍了拍他的背 安慰道 三年都过来了 也不差这么几天 咱们还在先看一个这一次的亲子鉴定 结果吧 然后再听听这几天的监控里 有没有什么更确凿的信息 看刘海东 还是一脸冲动的样子 刘曼又说道 我俩的房子 是我爸妈全款买的 如果现在就闹开离婚 陈生可得白白分一半的房产走 我不甘心哪 我要找回孩子 但也要尽量挽回经济损失 刘曼的眼神逐渐坚定起来 刚才这些话安抚了刘海东 也给了他自己更加坚定的信心 刘海东那边理智逐渐回归 他也艰难了点了点头 说道 行 姐 我听你的 我和你一起去送样本吧 我顺便去找我朋友说说 看能不能走个佳吉 佳吉三天就能出结果 三天后 鉴定报告到手 陈生和瑞瑞果然是有血缘关系的生物学父子 而客厅的监控里 也陆陆续续地获得了很多信息 原来 陈生在陈家村 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小青梅是个孤儿和村里的奶奶一起生活 小青梅的奶奶去世后一直是陈生照顾着她 村里人都开玩笑说这是陈家的同养席 高考后 小青梅落榜 陈生考中大学 小青梅为了给陈生挣大学学费 放弃了复读 留在了县城里打工挣钱 而另一边到省城上大学的陈生 在见识了城市的繁华以后 便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小县城了 为了能顺利地在省城安家 他选择了无意中透露 自己家可以全款买房的刘曼 开始了猛烈的追求 果然 陈生阳光帅气的外表 以及他日复一日的体贴 付出打动了刘曼 在后来结婚时 陈生说陈家村风俗不好 闹新娘闹得厉害 于是两人并没有回陈家村办婚礼 可笑当时刘曼还满心感动地 以为陈生是一心只为自己 后面的事情就简单了 刘曼怀孕了 陈生背着他偷偷塞钱 给了必超医生 打听出来是个女孩 老家晚一个月怀孕的小青梅 后来也打了必超 是个男孩 也不知道陈生是如何说服小青梅的 总之小青梅在刘曼生产那天 小青梅在同一家医院 选择了提前剖腹产生下了瑞瑞 重男轻女的陈家人 趁着刘曼麻醉昏迷 毫不犹豫地就把两个孩子进行了调换 至此刘曼芳明白 为何明明是足月而生的孩子 瑞瑞生下来却那么小 明明产减一切健康的孩子 瑞瑞却一直体弱多病 后来小青梅产后血崩而亡 陈生有房子有儿子有妻子 也就开始打算真的和刘曼好好过日子 当然了 这个好好过日子也是有所求的 刘曼看见有一段监控里 陈秀华一脸嫌弃地说 这个刘曼 几年都不让我和瑞瑞亲近 还是小分好啊 可惜她走得太早了呀 陈生却一脸严肃地制止说 妈 你别提小分了 以后我打算和刘曼好好过日子啊 陈秀华听了这话生气的 一边嚎一边凝陈生的耳朵 人家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 我连提都不能提了 我就觉得小分好 还不行了 陈生则是边躲边说 妈 你可别闹了 我现在生活挺好的 以后就当没有小分这个人呗 陈秀华彻底被点激怒了 嚷嚷道 啥叫我闹 啊 你可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啊 才几年啊 就被那个小妖精把魂拳勾走了 陈生则是忙不迭地向卧室看去 看见瑞瑞并没有被吵醒 才说道 妈 你可小声点啊 别把瑞瑞吵醒了 陈秀华这才想起瑞瑞还在睡觉似的 虽然不嚷嚷了 虽然依然拿眼睛瞪着陈生 陈生凑到陈秀华面前 压低声音说道 妈 刘曼他爸手上还有不少的钱 他自己婚前也还有一套小房子 等过两年 瑞瑞要上小学了 我就以满学区房为理由 把这些都套出来 重新再买一套房子 然后 现在这套房子就留给你住 陈秀华一听 两眼放光 拍了一下陈生的大腿说道 行啊 还得是我儿子呀 陈生也颇得意 洋洋自得地说 对吧 而且 刘曼毕竟是城市里的女孩 又是大学生 见识多 带孩子也带得挺不错的 你看瑞瑞出生时 身体多弱呀 现在被他带得也很壮实了 陈秀华想了想 倒也没否认 却还是嘴硬地说道 那是我大孙子有福气 陈生又继续说道 等过两年瑞瑞上小学了 刘曼还能给瑞瑞辅导功课 他家又只有他一个孩子 以后他家的东西不全都是瑞瑞的 陈秀华听了哈哈大笑 又嘲讽道 谁叫他家没儿子呢 该 完了还得意地斜眼看着陈生说道 妈当初让你把哄着小分 别把孩子打了没错吧 这个刘曼只肯生一个 还是个丫头骗子 没有瑞瑞的话 以后你不得也成绝户了 陈生也不住地点头 还是妈有先见之名 陈秀华又说道 那个小丫头骗子我在养两年 就卖给隔壁村的李全家当 童养习去 太小了不能干活人家不要 卖了钱留着给我大孙子娶媳妇 陈生微皱眉头 李全家那个儿子不是脑袋有问题吗 陈秀华不以为然地说 不是脑袋有问题 人家咋会买童养习 这年头还有谁养童养习呀 然后他又掐了一下陈生 继续自顾自地说着 过两年我可是要进城来 你这里享福 让我一直待在村里养那个小丫头 我可不甘 陈生思索了一会 叹了口气 暂时正定吧 过两年再说 暂时正定吧 这六个字深深地刺痛了 监控这头的刘曼 自己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女儿 原来在陈生心里 就这么的没有分量 不能再等了 得尽快行动 拿回房子 立马就和陈生离婚 去接女儿去 刘曼和刘海东通了气 决定立刻开始第二步行 第二天一早 刘曼就回了家 陈生当时正准备出门上班 陈生看到刘曼 稍有惊讶 忙问道 老婆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爸怎么样了 这两天 我给你打电话 你总说得支支吾吾的 我还打算周末去看看呢 刘曼见只有陈生一人 向卧室看了一眼 答非所问 妈和瑞瑞没在家吗 陈生以为刘曼是担心孩子 忙体贴地说 妈带瑞瑞去逛早市了 你别担心 妈把瑞瑞带得挺好的 爸怎么样了 刘曼忍住 厌恶拉住陈生 做出一脸欢喜的样子 说道 老公 你今天别去上班了 我有重要的事情和你说 老婆 我这是升职的关键时期 陈生面露 为难的惯例拒绝 刘曼压低声音 好像生怕邻居听到一样 说 我爸买彩票中大奖了 奖金五千万 说完一脸自傲地看着陈生 这一刻 刘曼感觉自己演技 堪比奥斯卡影帝 陈生听到这个惊讶的眼睛 都要掉到地上了 他一把抱起刘曼 喊道 老婆 这是真的吗 咱爸可太棒了 稍后 陈生拉着刘曼到沙发上 坐下来问道 爸这次叫你回去 就是说这个 他没有生病是吗 刘曼点了点头 是啊 这是他不敢在电话里说 专门叫我回去当面说呢 陈生面露难过说道 爸还是不信任我呀 立马他又迫不及待地问道 爸说这钱怎么花了吗 刘曼点了点头 开心地说 爸说先在东城买一套别墅 再一家人住一起 而且东城的教育资源好 以后瑞瑞直接就能上名校 陈生一听 忙不迭地点头 这个好 咱们住一起也方便尽孝嘛 可是瑞瑞上学的话 房本上得有咱俩的名字才行啊 爸他同意吗 刘曼面露为难 对陈生说道 我就是回来跟你商量这个呢 爸说不写我们的名字 别墅直接写在瑞瑞名下 而且现在限购 我们都没有购房资格了 咱俩还得假装离婚 办个离婚证才行 陈生一听房子挂在瑞瑞名下 当即乐开了花 再一听要离婚 又有点犹豫 双眼一直打亮着刘曼 有点怀疑刘曼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可是再三打亮 也没见刘曼的脸色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而且刘曼从回家还没有陈秀华见过 也不存在陈秀华说鹿嘴的事 陈生又渐渐放下心来 他想了一会 继续问道 离婚的话 咱俩现在的房子归谁呢 刘曼兄有成竹地说 这两天爸问了好多中介 中介都建议现在的房子归我 瑞瑞归你 然后买了房值 接写瑞瑞名字下 咱俩在复婚 一听自己差不多要净身出户 陈生又退缩了 他问道 反过来行吗 现在房子归我 瑞瑞归你 刘曼为难地说 爸不同意呢 毕竟现在这套房子 虽然写得咱俩的名字 可是钱是爸出的 爸担心一离婚你就跑了 而且我在婚前有一套小房子 如果瑞瑞跟着我 到时候买别墅得多缴好多税呢 陈生芒拍着胸脯说 老婆你想啥呢 我咋能舍得你呢 刘曼拉住她的手 也坚定地说道 我相信你 老公 你也得相信我呀 再说瑞瑞归你了 我就算为了瑞瑞 也不可能离开你呀 这话陈生是相信的 这三年刘曼是如何 对瑞瑞的她心里 倒是非常有数 话虽如此 陈生却依然有点犹豫 说道 老婆 我再想想行吗 刘曼也没有再逼陈生 反而说道 行 也不着急嘛 爸说叫我今天去看房子 你请好假了吗 咱一起去看看吧 耳朵里听到五千万 不是很有感觉 豪华的三层别墅 出现在眼前时 陈生真的心动了 他开始幻想 前院的小花园如何安排 每一层如何布置 刘曼是十点火道 老公 爸说等买了房子 把剩下的钱拿来 给咱开个公司 你不是一直想创业吗 以后你就是住着别墅的陈老板咯 陈老板好啊 陈生也开始哈哈大笑 搂着刘曼说道 那你就是老板娘啊 老板娘好啊 寿楼小姐也在一旁说着恭喜 并逼上购房合同说 我们别墅区风水很不错的 二位在这里买别墅 一定会生意兴隆的 要不今天 咱们就把购房合同签了吧 刘曼看着陈生 陈生也看着刘曼 然后刘曼对寿楼小姐说 我们自己转转 商量一下 他拉着陈生走到一边 富尔悄悄说 老公 择日不如撞日 咱们今天就去把离婚证办了 然后回来就签购房合同 陈生依然不放心 问道 爸的奖金到账了吗 刘曼拿出手机 调出一张银行到账四千万截图 说道 放心吧 前天我陪着爸一起去对的奖 光税就扣了一千万呢 这张图是刘海东拜托专业作图的人伪造的 陈生哪怕拿着放大镜都不会看出来 PS痕迹 陈生拿着截图 看了好一会 确认了银行到账人的信息 确实是自己老账人 心里安稳了一大半 他又问道 咱先把定金交了行吗 购房人写清楚是瑞瑞 老婆 你能懂我吧 我也怕你飞了呀 刘曼笑道 没问题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是肯定不会飞的 不过我怕这套房子被别人买走了 我是真喜欢这套房子呢 眼见着签了预订合同 又交了二百万的定金 备注里写清楚了购房人为陈天瑞 陈生彻底放心了 虽然他也知道这个预订合同不算啥 但是刘曼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后 就能一口气交上二百万的定金这件事 让他再一次确认了老丈人中奖这件事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寿楼小姐是假的 预订合同也是假的 银行刷卡交钱也是假的 这些都是刘曼和刘海东精心给他安排的 拿着可以以假乱真的预定合同 陈生和刘曼回家取了户口本直奔民政局 异常顺利的是 这一次回家取正见石瑞瑞和陈秀华在午睡 预想中的婆婆阻拦并没有出现 取了户口本后 刘曼看着正在床上酣睡的瑞瑞 他低头轻轻亲了亲瑞瑞的小脸 心里默默地说道 再见了 我爱了宠了三年的小男孩 而他没想到 这一幕意外地 让陈生完全地相信了他编造的所有谎言 再没有半分疑虑 工作日的下午民政局 新人不多 旧人也不多 来办离婚的没几对 很快便轮到了陈生和刘曼 工作人员对陈生放弃所有的财产 净身出户有点意外 想要劝说 但是看见他俩坚定的样子 也就没有再多说 一切都是那么顺利 两本通红的离婚证 放到刘曼面前时 刘曼恍然想到了 他们来领结婚证的那天 也是在这个民政局 那个时候 自己满心都是对未来 美好生活的期待和憧憬 以为找到了下半生的伴侣 没想到 遇到的只是一只想吃 绝户的白眼狼 还好 自己发现这一切也不算晚 刘曼接过离婚证 拿出手机 打电话给了刘海东 海东 我这边一切顺利 你那边咋样 电话里传来 刘海东爽朗的笑声 姐 小侄女和你长得一模一样 可听话了 我们再回来的路上了 你放心吧 刘曼流下了喜悦的眼泪 为为见面的女儿 为自己的心声